秀林乡民代表选举揭晓 这一届的正副主席赖俊杰和赖惠美双双落选 而现任主席赖俊杰 以一票之差中断连任之路 面对下一届秀林乡正副主席选举 地方人士透露 由乡民代表白世毅、洛彦林 王沈刚族三派人马来竞争 有意剿除下一届乡民代表会的主席宝座 现任的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赖俊杰 这次仅一票之差 述给新人白金文 暂时终端了从政之路 而现任副主席赖惠美也仍然失败 在政府主席之争 势必成为乡亲未来重视的交点 而这次主席大卫有三人来竞争 包括白世毅、洛彦林和王沈刚族 43年次的白世毅是国民党籍 学历国立花链示范学院 一三投入教育界 从副理国小校长、和平国小校长 直到同党国小退休 还有这一届的乡民代表 另外62年次的五党籍参选洛彦林 市委高中毕业 担任立委成花链服务处助理 以及53届、54届新城国中家长会长 洛彦林志工团队队长 而这次参选的王沈刚族是国民党籍 东吴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学士 也担任花链第二届、第三届青年执行委员 141年花链县优秀青年 花链县淘博格原住民劳动合作社理事主席 具有企业管理特殊专长 而在这一次三派人马竞争消息传输之后 这次当选项民代表递出争议实现 以所会和谐理念来协助地方发展 修林乡亲表是守护修林乡多元文化、人权、民主以及自由 要有公平性的未来 做自己主任乡内的主席 上派人马竞争之下 显示三人意愿来承担修林乡未来 以及各项决策的发展 而代表会主要的职舍是在监督乡镇 以及促进地方建设发展 因此主席之外是整个乡代会的领导中心 法律所赋予地方乡代会的职权 未来是否有充分发挥有效的整合 而所会互动和谐的积极 可以说是乡亲们最关心的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